沒有啦 我跟你講 阿達也是很好 已經最高規格了好不好 最高最高最高啦 沒有問題啦 最高啦 不要變最高最高好不好 這要講多久啊 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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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講不煩 當我們常在學校的時候就會 講一些垃圾話 然後久而久之就想說 能不能夠上台也 講垃圾話 對 看垃圾話 就發覺日本有一種垃圾話的藝術 就叫做漫台 就是一直都有這個嗜好 然後以前也受到很多這種相聲 表演藝術的犀利嘛 那種這一頁那一頁的時期啊 相聲瓦瑟的時期啊 台北曲藝啊 這種 券春孩子啊 券春孩子 所以 所以就是 不用這樣Cue我好嗎 祝你何家 平安歸 曼財這個東西當然就是 源自於日本 但是曼財在日本的意思 其實就是相聲 對 他們叫 中國傳過去的相聲 他們也叫做曼財 曼財很多都不是 往外的或諷刺 他就是在兩個人的關係 和話題裡面去找 笨蛋還有吐槽的點這樣 一高雅來這件事情 常會在我們話題裡面提到啦 因為這就是我們畫面上面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部分 我是吐槽的 對 我是被吐槽的 裝傻的 因為他兩個都可以 但我只能裝傻 他吐槽會 很像裝傻 你知道蔬菜 不被聽到的那種痛苦嗎 我不知道好不好 喝醬汁你在拔自己 然後忘了打麻醉 然後 幽默是人類的一個 很有趣的文化 那我們會發酵的原因有很多種 那 但這些發酵的東西 邏輯 操作方式 你說英式一點的 美式一點的 那 中國包覆一點的 那我們 只要能夠使用 讓我們的觀眾可以發酵 而放在我們兩個人的表現之間的時候 或多或少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這都可以叫做 曼財 看來我們軟堂甜心隊即將派出代打 這女生好像彈點 我們殘選手 0.7的高打擊率 尤其在他意外失去了壓右臂之後 似乎 看他正在揮舞著他的一隻暖身 好 其實當初訓練 我們真的是靠我們自己摸索 對 因為我們本身是學戲劇的 我們是戲劇系的 然後對於舞台表演上面有 當然有學校的教育 可是學校裡面 當然是沒有教曼財這一塊 所以曼財這一塊 真的是後來 我們畢業之後 慢慢地從網路上學習 從電視上 他們一些 日本的搞笑藝人的表演來學習 然後慢慢地 再融合自己 過去像我以前 寫一些象徵段子 或什麼樣的經驗 把它慢慢地找出我們現在的這種 在台灣發展的這種 漫才喜劇的風格 題材上面的話 其實就是很 因為漫才它是比較 庶民藝術的東西 所以很多的題材都是 我們生活中常會 接觸到的一些事情 就大家有共鳴的話題是最好的 對 比如說什麼 結婚的東西會講 年齡的東西會講 選擇題材 選擇切入方式 角色的設計 關係的設計 這一切都是漫才 喜劇表演的一部分 文本創作的一部分 這樣子 基本上看漫才這件事情 只需要在意一件事情 就是你覺得好不好笑 那它就是當成你生活當中 一個放鬆 一個娛樂 所以當你生活壓力很大的時候 你覺得笑笑有助於幫助你 抒發你的壓力的話 那可以試看看 現在是醫生嗎 看著這個影片的人 如果真的你們心靈上有些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推薦你漫才 推薦你漫才 對對對 我們都可以去找醫生證明說 笑真心對人是有意的